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推出的栏目 情感面对面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家明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今天的特别嘉宾 著名学者陈农山教授 陈教授你好 张老师 我是飞飞 飞飞 我在你眼里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人 虽然你外表现呆 但是你内心却很传统 当然我不是说传统道德不好 只是 有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有点 太过严肃了 是不是 就是假正解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您是我的偶像 又是我的老师 能跟着你一起学习 我觉得特高兴 所以 我经常提醒自己 不能出任何差错 我觉得 跟您在一起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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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早点回去吧 怎么了 我想一个人 在这儿待一会儿 另外 你有孩儿吗 要早点回去 别太晚了 没事 我家就在这附近 听话 要不我送你 不用不用 那 您也早点回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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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你以为把我骗走了 我就不会再搬回去了 我要是去不了电视台 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啊 到时候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对不起 不去 没时间 谁啊 一个广告商让我做广告啊 你说 张家铭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让彤彤进电视台的 但是彤彤的要求如果不答应 他不知道彤彤又会做出些什么 张家铭曾经想过报警 但是他敢报吗 张老师 喝点水 好 谢谢你啊 好 菲菲啊 你去联系一下嘉宾的事情 好 好 我我也没想到 这个男人叫李正 是主管张家铭节目的主人 张家铭后来的命运 与这个男人不无关系 怎么样 忘了呢 忘了那个嘉宾那事情呢 这眼儿真不错啊 人长得漂亮 歌也唱得好 声音条件很好啊 是吗 没听过 有时间一定听一听 不愧我嘉宾了 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能没听他唱过歌 我为什么一定要听过他唱过歌呢 那好 那你先忙 我那还有个会要看 我走了啊 喂 张老师 您现在赶紧来我这儿一趟 有事吗 没事 哪敢找您啊 张家明真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厌恶 张家明厌恶的不仅是彤彤 还有自己那次并不美好的一页情 不过厌恶会厌恶 事情终归还得解决 听不过厌恶 你怎么会想的 很快 你怎么会想的 你怎么会这么大 还是坚持的不仅是录像是录像是录像的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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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想你了 千万别这样好 你干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其实很贱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 我谁都不认识 我想活得开心一点 幸福一点 这也不错啊 如果我真想害你的话 我早就已经把我们一夜情的事 从你的节目里面说出去了 但是我没有 童童 现在我们还谈着一夜情 有意义吗 现在不是讨论一夜情的事情 我求你放过我 好吗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我缠着你 到底为什么呢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为我想想 好 好了 童童 别哭了好吗 我和你 只是一夜情 我不配你爱 你还是找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男人 好吗 不好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什么 你干什么你这是 什么 我说你可真行你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我说你干什么你 你要干什么好 爽 那什么东西那是 摄像头啊 不认识啊 没用 那是远程的 张家明这次真的无言了 我们也无言了 遇到这种女孩 除了说她倒霉 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几张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怕你口渴 行了行行 你离我远点 我现在想试你 你看你这些 张家明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童童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 也改变了她整个人 张家明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无赖了 她在问一下 我说姐夫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呀 你也不害怕影响不好 这孤男寡女的 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你说你一个 这么大的名人了 不请自来 你也不害怕被拍照啊 少在这种孙 说什么条件 你说什么呢 我都被你整糊涂了 录像给我 录像给我 录像啊 那我好不容易拍到 那么精彩的镜头 我还舍不得给你呢 对了 有个事我得跟你道歉 我骗了你 那次在宾馆 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用毛巾 把内衣包回来 你想想我干吗要这么做呀 你真无事 录像可是在我这儿呢 说话客气点 主持人潜规则 是各大媒体眼红的新闻啊 好啊 你可以公布 我说录像 你毁了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真不明白我上背 我欠你什么 你死缠了我不放 别说你嫌我什么呀 反过来啊 我还得感谢你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 那么美妙的一夜情 你少才是跟我套拳的好不好 你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说 我想要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长那双脸了吗 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其实张嘉宾自己也不敢肯定 彤彤真有两个人床戏的录像 但如果真的有 后果当然不堪设想 张嘉宾必须把录像拿回来 也必须想一个办法 答应彤彤的条件 好几分四 好几分四 这个你今年能来啊 真是太高兴了 那个 我给你写的演出师 你很忙了是不是 是 是 我给你讲分了点 我们这个节目你看过 看过 怎么样看见 这个 嘉宾 你说美丽小姐是不是 人长得很漂亮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节目由你来猜 讲完一定会更好 您过奖了 我跟你说啊 李政的举动 让张嘉宾灵机一动 他有了一个办法 让彤彤进电视台 但他却不知道 一旦彤彤进了电视台 将意味着什么 喂 是我 这家酒店真不错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看这么早 这个车哈 这家酒店啊 这家酒店啊 真不错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看这么早 这个车哈 这么多 太棒了 张老师 呦 我说这孩子你 你怎么在这呢 我听说这家菜特别好吃啊 所以我也懒得做了 今天就过来解解餐 对对对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节目部的李政主任 这是我 我一个邻居小孩叫童童 你好 主任 你好 你好 张老师跟我经常提到你了 说你工作态度特别认真 而且他的节目这么火爆啊 都是您的功劳 你看 这小姑娘和她人长得漂亮 这话说得也动听 是不是 来 要不 一块吃 不了吧 你们还有正事要谈呢 下班时间了 哪有那么多正事 讲你啊 一块吃 彤彤你看看 你真有福分 我们主任请你吃饭 那就 那就一起吧 走 走 走 那我就不客气了 走走 走 走走 走主任 来来来 这杯酒啊 祝张老师 节目收视第一 张老师做的节目啊 肯定是第一呀 你别看我跟她是邻居 其实我们都很少见面 是吗 她特别忙 我都有时候觉得 她辛不辛苦啊 张老师你都不知道 其实啊 你一直都是 我心里的偶像 真的 对了 对了 这个我给你介绍了 彤彤啊 是学不音主持专业的 人非常漂亮 也很聪明 是漂亮 我说彤彤 快拿酒 敬主任一杯 一会儿呢 给主任留个电话 希望主任呢 多加指导 来 主任 我敬你一杯 好 忘了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来 吃点菜 来来来来 谢谢 多吃点啊 彤彤啊 对于自己向来的工作 怎么打算的 嗯 那得有人帮助才行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个 一会儿有机会 那到我们台来坐一坐 真的啊 先去看一看 熟悉熟悉 那只要我再敬你会呗 好好好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呀 东西拿来 什么东西啊 我不懂 你录的东西 对了张老师 我进电视台的事儿 您安排得怎么样了 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 我不是跟你眼见的吗 我已经尽力了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更不懂了 天下的事情还有你不懂的 是不是 找不出来一个 瞧您说的 那我年纪这么小 您别吓我成吗 你别吓唬我就成啊 拿手 听您这么一说呀 我好像真的懂了那么一点点了 真想不到啊 你也会出这种损招啊 你不是一直在呼吁大家 讲什么传统道德吗 怎么了 现在又要我跟你们主任 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儿啊 张家铭 你够道貌岸然的了 彤彤的话 让张家铭也有感触 但为了结束这场噩梦 张家铭也只能这样啊 儿子 张老师 我的妈呀 吓我一跳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工作啊 什么 你在这儿工作 我还得去人事部报道呢 先走了 童童真到电视台来了 张家明没想到 他会来得这么快 从此 他要和童童一起工作了 真正的噩梦 开始了 这个心理观点方面 都可适应 要跟张晓晓的血 江明啊 我给你带来一个新的实习记者 看看满不满意 张老师你好 以后呢 我就跟着您在一起学习了 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主任 我不是都有一个实习记者了吗 我要那么多实习记者干吗 安眠到别的地方去 你看你这话说 童童本来就是你的学生 你说他不跟着你跟着谁呀 再说了 就咱们这儿的美女 都跑到你这儿来的 那别人都羡慕死了 去去去 快点笑 那个 我那边还有点事 我去忙了 童童 跟着张老师好好学啊 再见 张老师 我今儿你化完妆啊 这脸皮就更厚了 是吗 是吗 听着 我要不把你赶出电视台 我就不是张家铭了 总日强 五 四 三 二 一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家铭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栏目 这位就是今天的嘉宾 李天成先生 你好 李先生 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想问你个问题 您对当今社会 普遍存在一种现象 一夜情 是怎么看的 童童 准备要去哪儿 回家 正好 我送你一袋 那都耽误您的事啊 不是正好顺路吗 好 走吧 我家就住在这儿啊 谢谢主任啊 送我回来 童童 节目部对你们年轻人很重视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嗯 跟大家一定要搞好关系 嗯 我会的 主任您就放心吧 哎呀 我这个人也算是个毛病 就是爱猜 你要知道 你们年轻人 缺的就是机会 嗯 那 主任要不去我家参观一下 参观一下 好好好 参观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嘉宾是传媒大学的余教授 嗯 张老师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 文化界的名人不是不应该请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请一些娱乐界的名人 这样对我们的节目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不同意 我不希望 大众把我的节目 当作一档预露节目来看 我们这个栏目主要是关注社会 关注生活 关注家庭 关注普通人的情感 不能靠噱头 专门挖名人的隐私来招揽观众 我们的节目 还是以前的宗旨 以传播传统道德为主题 这个方针永远不能变 好了 主任 时间到了 我们得进旁了 张老师 别生我的气啊 我也是为了节目好 你说是不是 我会成为你最好的搭档的 搭档 我可没这素质和你在一起 新张的 你少说话带词 你怎么进电视台的 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好 张老师 你做了什么 让别人知道了 其实也挺容易的啊 不是你们 你们怎么才来的 对不起 对不起张老师 我刚才去准备材料了 早干什么来的 能不能干 能干就干 不能干 走人 公公 公公 有人送花给你 你听着啊 怎么样 这里不是很乎人介绍所 别在这儿谈厅说爱 这是电视台 别把电视台搞得乌眼瘴气的 这种肠事以后不要再做了 张老师 别人送花是自愿的 和佟罗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再和他说话 没和你说话 能干就干 不能干走人 好 再找师傅呢 这些心情不好 不要进去吧 好 那我这就去联系他们 好 菲菲 谢谢你啊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张老师 对不起啊 我车坏了 累死我了 童童 你别着急 慢慢说 那 张老师 我先出去工作了 好 好 好 张老师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 你能发现什么好事啊 也对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事还真有点见不得人 我发现啊 你交了桃花运了 你交了桃花运了 出去 你急什么呀 不是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吗 我看这话真不假 不过可惜啊 你是一个表里故意 敢做不敢当的主啊 我现在不想和你讨论这件事情 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出去 是 对不起啊 这儿 也是我工作的地方吧 好 是 对不起啊 你能不能跟着我 你不不得人 你不得人 不得人 要有个人 那不得人 你不得人 你不得人 我和电视台闹得是乌烟瘴气的 你再看看我身边的人 被他搞得四分五裂 如果我们一个和谐的团队 我这个栏目怎么做 还能做下去吗 要不他走人 要不就我走人 你看着办吧 小明 你最近怎么了 你知道大家在背地里 都是怎么议论的那你 怎么议论我 说你暗恋上自己的学生彤彤 看见有别人追他 你心里不平衡 你说这叫什么事这叫 这种鬼话你也相信 我暗恋他 我当然不信 那可是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怎么想 我告诉你 佳明 你这个时候 就是让童童走人的话 那是在毁你自己的情相 成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尽管留他好了 后悔的是你 不是我 张家明现在每天都能看到彤彤 这让张家明感到恶心 他觉得 自己不是做了一件傻事 而是一系列傻事 他自己都有些惊讶 事情是怎么发生到这一步的 张老师 对啊 我听说 你对我的意见很大啊 你消息还挺灵通啊 那你怎么还不识食物啊 你离我远一点儿 你离我远一点儿 想让李梅看光碟了吧 不吹个车子 你想干什么你 老师就是老师啊 聪明 老师就是老师啊 这个年轻人 你要是老师的 非常夫妻 无可 他也只有老师 我算是老师 就算是老师 喂 童童啊 这姐夫 等一下啊 家梅儿 童童找你 谁 她说有事 童童 姐夫 您说我是把您那段告白 做成彩铃呢 还是做成手机铃呢 我真有点决定不了了 家梅儿 快来吃饭 打菜快凉了 我来了 来了 童童自打来了电视台 就越来越嚣张了 童童最受不了的 是看见童童 在电视台里如鱼得水 身边的同事 也越来越喜欢她 童童恨童 但更多的是害怕 这样下去 童童能把她现在的 所有的一切都毁了 童童决定反击了 她不能永远受 这个女孩的牵制 喂 就会不会把她都毁了 我让她来 练习 这也会不错 这个女孩的 这都毁了 一个人 我做到一个人 我和她们 我肯定 我就挑选了 洗澡 我肯定 是 不是这样吗 你觉得我自己可以 好 好了 现在可以齐了 谢谢 那 我先上去了 谢谢 好 拜拜 张老师 您是不是有什么新事 我 没有 怎么了 没什么 看着您每天不高兴的样子 我心里 还挺着急的 菲菲 谢谢你 您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出去工作了 菲菲 二位麻烦班 主任好 张老师我先出去 主任来坐 菲菲的女孩真不错 温柔漂亮 人见人白的 主任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啊 那 那倒不是 干吗去 上班去啊 要给我送你一趟 那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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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你去找我 你来找我 你去找我 我来找我 你来找我